大家好,我是文瑞 最近看到了两个和台湾相关的数据 看完以后就让人心情非常的愉快 就是非常的解气 有那话不讲的 就是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你把台湾跟大陆这么一对比 你就知道整个中共它是什么一个货色 它是什么样一个水平 这两个数字都是什么数字呢 第一个数字就是在2022年 台湾对大陆的出口贸易顺差 顺差是多少呢 是1565亿美元 就是说台湾大量的向中国出口 那么这个数据有人说 这个数据和2021年好像减少了一些 2021年是1700亿左右 这不是减少了吗 你还说什么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在2022年这一年 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就是习近平总方是不动摇 一直不动摇 就搞了很多企业出于停满的状态 甚至物流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即便如此 即便如此 在2022年台湾还是依然大规模的向中国大陆出口 然后创造了这15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点 大家应该能记得在去年的白分 当时美国的议长佩洛西到了台湾 对吧 在北京那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之下 他还是大摇大摆的到了台湾 这个在我印象当中 可能去年就近些年是近些年 整个台湾和大陆关系最差的一点 就是达到了一种冰点的状态 在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人家还是大陆 还是不得不大量的从台湾购买各种各样的这种物资 你说这事可笑不可笑 对吧 大陆就是这种水平 那有很多小粉红讲话了 对吧 没有我们大陆 你们台湾就没饭吃 是这么回事吗 你时间内走到今天 你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是大陆是依赖台湾的这些产品的 哎呀赶紧给我吧 快点给我吧 我需要你 我给你美元还不行吗 是这种感觉大家明白了吧 是这样的 就是说台湾 他为什么向中国大陆出口这么多产品 当然有一些 有一个原因是这个高科技的这些产品 比如芯片 当然更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会把这些产品呢 就是一些在大陆的台商吧 把这些一些产品 从这个台湾的母公司进口过来 然后组装以后呢 再出口到全世界 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讲这个本质啊 你说这个台湾向大陆出口的本质 并不是出口给大陆 而是出口给大陆的很多台商 大家明白了吧 如果这些台商 他们集体转移到了越南去了 或者转移到了印度去了 比如转移到越南吧 那么大家就会看到台湾 针对越南的这个顺差就会起来 就这么一个因素 你知道吧 所以说呢 事实上吧 就是很多这个大陆的这些 你们这些小粉红 你们正在感谢这个顺差 你知道吗 就这个顺差越高 就说明这些台商 在大陆组装的这些东西越多 那么可能卖到全世界越多 那么中国政府就可以出口创汇 获得大量的美元 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说呢 很多这些小粉红不懂吧 就总是一副趾高强的样子 没有我们大陆的市场 对吧 你们台湾人都吃不上饭 对吧 你们也感谢我们 对我感恩是那么回事吗 整个这个市场在全世界 其实台湾就是他们生产的一些产品 它是在卖向全世界 这个市场在全世界 只不过就在中国大陆组装而已 对吧 不在你这组装也是一样 到别人的 到别的那边组装 人家台湾人 依然赚的是盆满钵满 对吧 到你这组装 给你提供就业 包括给你拿水 包括给你穿汇 你应该感谢人家 你说你还 说这样的话 真的就是脑筋不通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吧 但是我今天想要说的是什么 这种顺差在未来可能会快速的降低 为什么 大家看到了 苹果讲了 要把供应链快点牵出去 一步一步牵出去 不一定是快点了 戴尔讲了 要把供应链牵出去 很多其他公司也在做这样的准备 他们的很多代工企业 就是台湾企业 那么这些代工企业走了 一点一点 这个顺差就会降下来 包括美国 对于中国芯片的这种围堵 芯片可能台湾也卖不过去了 可能一点一点的顺差 就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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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对中国来讲 对中国政府来讲 对整个的就业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我再讲的清楚一点 就整体上 台湾这些产品的市场在全球 在全球 这个市场是几乎不变的 只不过因为各种因素 恰巧就在中国大陆组装生产而已 对不对 没有你 人家在越南在别的地方还这样能干 台湾赚钱的路子是不会变的 它还是会赚那么多钱 所以说还是挺替台湾高兴的 这是第一个数字 第二个数字就是什么 最近台湾政府宣布 要给台湾民众发钱 每个人发6000新台币左右 是这个样子 相当于大概1000多人民币 韩币大概相当于20万 韩币左右 6000 你说这个发钱原因是什么 当然全球很多地方都在发钱 但台湾发钱 它是怎么说 是因为它政府的税收 拿税收来发钱 把税收返还给民众 知道吗 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想用大白话数 就是我们政府这钱太多了 这钱我们就花不完 好了 活跃经济 给大家拿出去花吧 但这描述的不一定准确 但是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吧 所以说它就是形成一种对比 还是那句话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货比货就得扔了 你看中共 他们现在的地方财政 是个什么样子 你看台湾这些年 对不对 人家真是风景这边独好 那确实是那样 那就是钱赚的是盆满钵满 花不出去了 很头疼 怎么办 咱们给老百姓发钱 说的有点笑 基本就是这个意思 北京地方财政是什么样子 接不开锅了 米米下锅了 对不对 公元的工资都要发不出来了 奖金都要往回要了 这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情况 让老百姓 让失业单位的人 自己借钱给自己发工资 就这种肥所思事情都出现了 你看是不是 差距多明显 就是说台湾 它就是一面镜子 对吧 你就看台湾 你就能让人更加深切的体会到 整个中共 它的这种本质 它的这种邪恶 它的这种不好的状态 体现的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再谈到发钱这个事 这些年北京发钱了吗 大陆发钱 好像也发过 我记得好像说发一个什么地方发钱 最后平均到每个人手里 是一块钱还是两块钱 就是你就是笑话一样 还有一个什么所谓的学者说了 哎呀 那给每个人都发钱 那就等于是没发钱 哎呀 我就看那个理论 我说 这个还是中国的学者 每个人都发钱 就等于没发钱 那我也可以说 比如说咱们吃饭 咱们今天别吃了 每个人都吃饭 那等于没吃饭 能是这么一个逻辑吗 对吧 很多人 你要真把钱发到手里面 对吧 哪怕是发一千两千 是不是 那真的是解决很大的问题 真的是这样 对吧 几袋大米 对吧 几十几斤猪肉 那也是解决很大问题 中国这些年发了吗 没有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 这个经济差别就这么大 台湾这些年 它不仅你说和大陆比了 这些年 其实很多地方 这个经济形势 都并不是很好 但是台湾的这边 就是一枝独秀 出口非常非常的强劲 是吧 那整个这个就是情况了 就是逆流 逆流而上 是不是 但我还是那句话 整体上台湾 它这个好运 还会在一直持续下去 为什么这么说 刚才我讲 很多台湾财商 可能要搬出去 搬出去 当然有人会去 越南 当然很多还会去台湾 去台湾 把资金 就把就业就带过去 是不是 我听说好像很多 台湾没有地 我们这没有工业佣金 回来我也回 我也没有办法 好像是出于这样一种情况 对不对 还有一点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今天 当下这个世界 很多资金 它往哪流 往哪走 大家也在思考 这个问题 对吧 很多时候以前 比如进入IT行业 对吧 进入那些打的IT企业 但是他们现在的股票 也在往下走 很多企业也在裁员 就是说 事实上大家最后会发现 我的钱投资到哪去 要投资到实体 实体也不一定全都保靠 那投资到哪 高科技 高科技到哪 芯片 芯片到哪 台湾 这是一个慢慢慢慢 大家形成的一种共识 当然这股票中间 它还是会有起伏的 有的时候 因为台义电的股票 它也在下跌 但是它是会有起伏 但是整体上 大家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共识 所以说我们看到 巴菲特投资台义电的芯片 是吧 所以说一点一点 它整体上就会往那个走 在台湾这个地方的土地上 这些人是扎扎实实的 在努力工作 然后创造财富 对吧 这个地方几乎是没有水分的 那钱就往这走 所以说你大家看着吧 以后就是说 台湾肯定会越来越好 好 这集聊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